三重区新谷国小庆祝50岁的生日 特别在校内举办的诗生艺文展 这次包括校长 他也创作了多幅的国画和书法作品 希望带动老师还有学生 一同参与艺文创作 这几幅意境幽远的国画创作 全都出自三重区新谷国小校长 郑秋禅之手 这次配合50周年校庆 举办的诗生艺文展 校长也一同参与展出 艺文的这个学习呢 我相信是可以陶冶孩子的一个性情 那我自己也是小时候有学过 那后来中断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也再次的提起这个画笔跟毛笔 这次有展出八幅的国画作品 跟一幅的书法创作 那我希望自己来以身作则 带动全校师生 一起朝向艺文的步伐来前进 用心推动艺文教育的新谷国小 每年都会配合校庆举办艺文展览 这也让学生有了多多创作的动力 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呢 他平常我就会让他们 针对各个项目的美术创作去做创意的发想 所以小朋友他们上美劳课都会觉得非常有趣 那所呈现出来在他们作品里面也非常的多元 那么这一次呢结合美展 那小朋友也荣获夹击 像这几件都是有得讲的作品 那我相信呢 以这个师生展带动学校的整个艺文活动 我相信对新谷国小的艺文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无论是传达母女情深的蜡笔创作 还是被老师精选出来的书法作品 能够参与展出学生都觉得很光荣 就是因为要展览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而且那个画画呢 增加我美术这方面的实力 然后还有能让我的观察力变得更敏锐 很高兴这次能参展 我从二年级开始学书法 因为写字很开心 然后可以让字体变漂亮 为让更多人欣赏道师生们的艺文成果 学校也开放家长或是民众参观 欢迎大家踊跃向学校预约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